主料,牛肉末500克,豆豉,250克,辅量,油,盐,生抽,红辣椒50克,辣椒150克,花椒120克,花生仁,白芝麻,糖20克,料酒,葱,鸡精,五香粉,柜皮一块,香叶三片,将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牛肉切碎, 花生炒熟备用,葱姜切成碎末,牛肉加十两生抽,料酒,五香粉和鸡精腌制一下,豆豉切碎,炒熟的花生用擀面张压碎,锅中倒稍微多的玉米油,把香叶和桂皮放进去炸香后捞出,放腌制好的牛肉末进去炸,小火慢慢炸,炸干后,切碎鲜红辣椒,我用的是小米椒,很辣的那种,放进去, 接着放辣椒末,放豆豉,放入白糖,生抽,放花椒末,最后放炒熟的花生碎,小火继续炒,最后放薯白芝麻,出锅后装入大罐子里,冷汤保存,烹饪技巧,全程小火炸纸,干辣椒容易变黑,放些辣椒颜色会更好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